为什么马来西亚逃不出我们的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 大家就给很多理由 我说Middle Income Trap就是脑子的trap 你的思维还是二等的思维 你是永远升不上去 二等思维就得到了一个二等的效果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要有信心 为什么我们没有信心 就是人不合嘛 如果人合 你去看我们的资料 我去看那个马来西亚计划 十年计划 五年计划 看来看去很简单 No private investment private investment这几年一直在下降 一直在下降 那么因为这个国家的财政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OK 税收一直在下降 消费这个补贴 补贴越来越大 现在还在减税 对不对 你不是靠辞职咯 你辞职是什么呢 就靠你的负债咯 所以我们的国家的负债越来越深 我们的财政的持质越来越大 国家这几年代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我们的增长位是百分之八平均 现在我们已经去到百分之四了 那么现在我们说 我们今年我们去到八点七 但八点七是因为 因为2021年 2020年 2020年是负面了嘛 所以这个升了 但是你现在你去看 我们如果我们自己的计划说是不到百分之四到五之间 但是印尼已经从五年要跑向六 越南六已经爬到七 菲律宾六到五差不多七了 我们的竞争能力去到哪里 我们在东盟建立的时代 我们是老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中位了 这样子竞争下去 我们不是更低了吗 是吧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要看 我们不是要跟人家竞争 人家说我们要担忧美国 担忧英国 担忧美国 担忧欧盟 我不担忧 我担忧的就是 我们以前说是 我们请的是非用 请的是印尼用人 未来可能我们的年轻运 当人家的用人 那不是完蛋了吗 因为我们人 我们的劳动力是很便宜吗 现在你知道吗 现在印尼 为什么印尼的外劳很少来了 什么理由 因为它的中旅游 那个员工的薪水 现在跟马来西亚的薪水差不多一样了 那为什么要来 是吧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请越南的工程师来我们的工作 什么理由 他们自己的这个工程师 已经不足他们的这个需求了